基隆市长谢国良面临罢免危机 战斗栏发起人赵绍康跟多位国民党立委跟市议员 来到基隆信义市场宣讲 包括立委赖世宝、谢龙介、陈玉珍、王洪威、徐巧新、林佩祥 跟台北市议员游淑慧、钟小平和基隆市前议长宋伟丽 市议员何淑平、韩世玉、曾继岩等人进行轮番宣讲 痛批这是一场输不起的邪恶罢免 呼吁基隆人一定要出门投下反对罢免票 一听到到基隆来 大家都义愤天鹰 觉得要来支持谢国良市长 我觉得民进党这次发动罢免简直是没有道理 可不可以评论 可以评论的 可不可以反对 可以反对的 是民主社会 但是有到罢免的地步吗 有到罢免的地步吗 根本没有嘛 所以这就是政治霸凌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反对政治霸凌 而且这是什么 邪恶罢免 不是说民进党很坏的 他想哦 势子挑软的是觉得基隆 他有机可乘 所以他在基隆搞 希望呢 搞成以后呢 明年他在全台湾发起了立委的罢免 因为现在在立法院呢 他的这个 席次不过半 所以呢 他将来希望呢 利用罢免 用这种偷吃部 把立法院再倒过来 这是很邪恶的 这是专我们选办法的漏洞的 很可恶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倒政治霸凌 打倒邪恶罢免 对不对 对哦 你当做台湾人都建讨的哦 传书叫匹民 对不对 有 总统赢了 你不贏去吃 总统要继续做 企业书 你们就匹民 要想要订算 你不贏去 讨厌网军吗 讨厌 讨厌双标吗 讨厌 讨厌输不起吗 讨厌 那拜托 去投 那个不同意罢免 到了谢国梁的时代 把他收回来 谢国梁有错吗 没有 没有错 为什么要罢免 自得利益不放手 就要发动罢免 就让我们基隆市 才改选一年半的市长 又要重新的去 把它翻盘 让我们基隆市 一直乱一直乱一直乱 把谢国梁拿来操兵 各位 我们要不要替谢国梁 保 我们要不要争取谢国梁 谢国梁 所以大家绝对 不要说没差这票 到时候一定都要站出来 投反对罢免 好不好 好 我们在一年的时间 已经把基隆 打造成一个全台湾路口 最友善的一个城市 我们的行人车货率 是一般县市的一半 都还不到 甚至有的是三分之一 这个就代表我们基隆的路口友善 我们基隆的市政正在改善当中 大家说 对不对 对 这么好的市长 如果把它罢免掉 其实是一件不公道的事情 对不对 对 基隆市民 能不能做这样不公道的事情 对 而且我相信基隆市民不会这样 除了现场宣讲 赵绍康和国民党立委议员们 也到信义市场扫街宣讲 民众力挺支持 高喊谢国良加油 市长谢国良说 相当感谢大家来到这里 为他加油打气 他会带领市府团队 持续为基隆市政打拼 来服务基隆市民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